耗资47亿 只为保住0.88公顷水面 敦煌月牙犬时拍视频火爆全网 网友直呼 这钱花得值 沙漠中竟然有一个千年不甘的奇特小水塘 吸引了无数游客前往观光 但是为保护这一小水塘 当地部门花费了47亿 可谓是令人震惊不已 那么这个小水塘究竟有何魅力 为何会吸引络绎不绝的游客 甚至花费了巨额资金进行保护 一起来进行详细了解吧 沙漠中的小水塘之月牙犬众所周知 在沙漠地区想要找到水资源非常困难 所以当沙漠中出现小水塘时 都会引起大家的重点关注 在敦煌沙漠中就有一个千年不甘的小水塘 经过打造之后 便成为了明沙山月牙犬景区 其具备的独特性吸引了无数游客 甚至拥有了沙漠第一拳的称号 甚至在我国众多旅游景点中 这一位于沙漠中的小水塘也是极其火爆 在每年的旅游旺季 月牙犬每天可以接待的游客 竟然高达两三万 可谓是令人震惊不已 那么这个小水塘究竟有何奇特之处 为何会吸引了这么多游客趋之若鹜呢 位于敦煌沙漠中的月牙犬 主要是因为形状酷似月牙 从而获得月牙犬这一名称 除了形状吸引人之外 最令人惊叹的就是千年不甘了 毕竟沙漠中想要找到水塘不容易 更不要说千年不甘的水塘了 所以这一汪酷似月牙的泉水 便成为了诸多游客向往的存在 而且在茫茫沙漠中望过去 这一块不仅有绿色的植物 更有着清澈的泉水 也形成了极为奇特的美景 但从图片上就已经按捺不住 想要去一览风华的小心思了 因为月牙犬的游客众多 甚至会导致行人与驼队发生拥堵现象 所以景区还专门设置了红绿灯 就是为了缓解交通拥堵 但这一红绿灯与我们平时所见到的红绿灯有所不同 因为它上面除了人行的标志之外 还有骆驼的图案 当绿灯亮起 骆驼就可以开始行走了 红灯亮起 骆驼也必须停下来 等待行人先通过 所以在沙漠上突然出现了红绿灯 而且还有骆驼遵守交规 可谓是让人震惊不已 这也吸引了无数游客前往敦煌沙漠 不仅想要目睹大批驼队等待红绿灯的场景 同时也目睹了那一汪美丽的月牙泉水 月牙泉为何千年不干 在大众的印象中 沙漠中常年会刮大风 即使有小水蛙也会被风沙吞噬掩盖 所以在沙漠中难以找到水源 但是月牙泉的水竟然千年不干 无论何时去旅游都可以看到清澈的泉水 这也是令大家产生了疑问 为什么月牙泉没有被风沙掩盖 为什么又会千年不干 在详细了解了其中的原因之后 可能会觉得千年不干太费钱了 月牙泉长240米 宽39米 时至今日依旧保持着较高的水位 在大众眼里 便是千年不干的神奇泉水 但了解背后原因之后 便会发现 这是耗费47亿资金 才打造出来的奇特景色 月牙泉原本是挡河的一部分 但在河流改道之后 因为地理原因留下了一部分河湾 最终形成了大家 现如今所看到的月牙泉 因为这里原本就是河流 地质结构比较松散 地形也比较低洼 地下也有一些潜流存在 所以能够将水源源不断地提供到月牙泉内 形成了千年不干的现象 不过在上世纪60年代之后 因为环境愈发严峻 沙漠中的风沙情况也很严重 导致月牙泉多次处于干河状态 甚至还面临着消失不见的后果 才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 想尽一切办法试图让月牙泉恢复原样 有很多人觉得 既然是挡河的地下潜流 才能保障月牙泉水源充足 那就直接将潜流找出来 或者是把挡河的河水再次灌注到月牙泉内 依旧可以保持月牙泉水充足的现象 为此相关部门便将挡河的河水 用较粗的管子直接灌注到月牙泉内 使得月牙泉的水位直接上升了4米 看到泉水回归大家也都非常高兴 认为这一个方法就可以保持月牙泉千年不干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杂质较多的河水导致泉水逐渐发臭 失去了原本的清澈 甚至每天都需要灌注大量的河水 非常耗费人力 所以这一方法根本就行不通 其次当地的相关部门也是了各种各样的方法 想要帮助月牙泉恢复原状 但并没有取得良好效果 在尤其是在2000年的时候 当地部门提出了渗水灌注的补水方案 需要在月牙泉周边的地下注入大量泉水 如此一来地下水位便会抬升 月牙泉就可以自我补水 但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 根本无法控制向地下注水 稍有不慎 水就会流向别的地方 从而造成了水资源的浪费 也无法帮助月牙泉恢复原状 补水方案也彻底行不通了 一直到了2008年 敦煌市的政府部门再次关注到月牙泉的问题 甚至投资了4000万 只是为了能够在泉水的外围建起地下渗水场 想要将挡河的地表水 经过净化之后再排入这一地下渗水池 同时通过池底的管道 将净化过的纯净水排入到月牙泉泉底 以此来保证月牙泉水源充足 且不存在发臭的问题 但是在实际过程中 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以及水资源 也无法达到质本的效果 也是令人头痛不已 不过当时为了尽快恢复月牙泉的水位 就采用了这一方法 在向地理注水时 供电费就已经花了100万 可谓是令人震惊不已 但为了恢复水位呀 也别的办法可以采取 就只能硬着头皮使用这一方案 虽然是拆东墙补东墙 但好在经过大家的努力 月牙泉的水位确实恢复了 不过这一方法竟然花费了整整47亿 引发了诸多争议 很多网友在了解了月牙泉千年不甘的原因 是用47亿元堆起来时非常不满 认为将这些钱用在其他地方 或是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更好的生活 也有很多网友非常好奇 究竟这47亿花在了哪些地方 难道在沙漠中保护一个小水塘 真的要耗资这么多钱吗 月牙泉的恢复补水工作 确实耗费了47亿元的投资 在2011年的时候开始规划 一直到2018年才正式完成建设 不仅花费巨额资金 也花费了大量时间以及人力等 其中最关键的地方便是 蓄水池的数量以及渗水的水量 需要通过修建堤坝回贯工程 从而加大地表水的补给 并且需要限制地下水的开采 以此来确保月牙泉的地下水位上升 才可以保证月牙泉的泉水水位逐渐上涨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渗水场的修建至关重要 只有确定合适的位置 才可以真正地为月牙泉补水 所以耗13年研究对月牙泉附近的地形位置 进行详细判断之后 才完成了渗水池的建设 主要位于党和距离月牙泉的最佳河段 只需要三五天的时间 就可以将水直接渗透到月牙泉的地下 这也是最有效率的位置 因此大家看到的月牙泉千年不干 甚至是自然补水的状态 却是耗资47亿元打造出来的状态 而且每年的渗水量 大概达到了1750万立方米 才可以确保泉水充足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 还可以提高月牙泉的生态修复能力 确保沙漠中的小水塘不会就此消失 毕竟这也是自然资源 给大家带来的奇特景观 如果想要让越来越多的人看到 就需要想尽办法将其保留 这也是相关部门耗费47亿元 利保月牙泉最主要的原因了 除此之外 敦煌作为我国知名的景点 也有很多极其闪耀的名片 比如墨高窟 明沙山等 都是游客最向往的景点 月牙泉的出现再次为敦煌景区 带来了一大亮点 每年都有无数游客 奔着月牙泉前往敦煌 这对于敦煌当地的旅游事业的发展 带来了推动作用 同时也拉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所以相关部门一定会竭尽全力 保护好月牙泉 在大众的印象中 沙漠除了风就是沙 而且极其干燥 想要发现一点水都难如上青天 而现如今竟然出现了一个千年不干的泉水 也是非常独特的景观 虽然曾经耗费了47亿建设了诸多渗水工程 才可以确保泉水千年不干 但也算是给大众留下了一抹极为独特的美景